七十四 太陽報 台北買隱形眼鏡需處方 2015年7月18日兩岸A25 兩岸早報導 台灣街頭最近出現不少隱形眼鏡反售機 引起圈航葵號 指配戴不當隨時失明 台北市圈立衛的日公佈 民眾未來買隱形眼鏡要出示六個月內有效醫生處方 否則不得購買 違規者會被罰款 近時續批評太麻煩 現在有關規定四十年前已經實施 指示從未執行 台北市圈立衛的日邀請連鎖藥妝店 眼鏡商業同業工會等召開座談會 決定嚴格落實民眾提供六個月內有效 嚴光絲滑眼科醫生處方才可買隱形眼鏡的規定 一個月後強制稽查 違者最高罰款一百五十萬新台幣 約三十七萬四千港元 有大學生批評規定太麻煩 稱會到台北以外的地方購買 也有民眾稱會提前團貨 而且每半年嚴眼一次太不方便 台北市圈立的 Z 然難阻消費者買隱形眼鏡 指示希望民眾了解中間的風險 食藥處則指有關規定早在四十年前以實施 指示民眾沒留意店舖也沒執行 至今亦無人受罰 目前隱形眼鏡在台灣屬第二或第三等級 列管醫療器材 裝配隱形眼鏡時同醫療行為 為民眾可在出事處方下自行購買 既然輝w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